辛普森一家破茧成蝶 竟差点被熊孩子砸死 易子梅疯狂地挥舞着战锤 是要杀掉这群可恨的虫子 他们穿过幼儿园走廊 来到画室 躲在装饰品上 熊孩子可没那么好骗 碰巧校长准备出门 可距离出口还有一段路 眼看一家人要命丧当场 生死关头 一颗奶嘴堵住大门 他们才得以逃出生天 易子梅重重地撞到门上 原来是小麦救了家人 她和平行世界的家人告别 辛普森一家回到了春田镇 可家里依旧没人 随着画面的上升 才发现这里是座博物馆 辛普森大到准备好作案工具 都成功勾住天台 唯独猴沫背手背脚 马基准备破窗 但看了眼猴沫的肚子 又把洞口搞得更大一些 他们潜了进去 丽莎看上了红色五鞋 而猴沫相中一款夹克 连钻石项链也不准备动手 他们继续深入 中途还伪装成清洁工 到了埃及区域 他们伪装成木乃伊模样 转眼间 一家人在身上涂满了油画 原来他们算好了巡逻时间 之前也做足了功课 距离成功只差一步 丽莎喷出激光防盗墙 他们找到一处漏洞 如愿地坐到沙发上